一切咯就有可能会造成世界末日的生化武器 就用个随便摔随便碎的容器来保存吧 合理的情况就应该把外面的材质弄得无间不处 但有人想要去破坏的时候就会 那个 这桌子上是被解剖到一半的兔子尸体吗 那么优先的把这桌子上是怎么回事啊 从你们这些研究人员拿着悲剧进来的画面来判断的话 你们刚刚是去午休了吗 所以你们解剖到一半的时候 诶 时间到了 午休吧 然后就出去了 我没搞过解剖但是我还蛮确定 这种事情没那么随便的吧 你们确定你们是在研究一切漏就会世界末日的春娇吗 考虑到你们的研究人员随便量尸体进来这些没消毒 还带着饮料进来的举动来说 我真心不知道你们的实验室隔离构造做的那么好干嘛 有个鸟用啊 如果你的研究人员就这点数值的话 就这实验室的尿性 下到瞬间根本就是早晚的事啊 完全不需要反派来蓄益泄漏病毒嘛 然后还有就是 既然你们实验室的窗口是用斧头也敲不破的超级厚玻璃 那么你们准备斧头在里面干嘛 打算用斧头来灭火吗 这就好像是你男朋友对你说 为了避免滑孕 所以我准备了安全帽 安全第一我知道 我可以注意他 才会注意下到 我的人是真的年少我不想将好我不想被你套牢 早知道当初就敢想好 不敢这样乱搞 现在你得负责任别相跑 但我要 bun 这个脚本水写了 走 突然變這樣黑暗 而且跑題了啦 那怎麼凹回去啊 然後爸爸突然間出現在當場一樣 如果你剛剛後面醒來 時衣還裸體 這種時候你會選擇穿白色T恤 還是非常性感的ONE PIECE紅裙呢 當然是性感的紅裙很合理符合邏輯 我喜歡加分 欸 你們開火車之前 竟然沒有完全檢查整輛火車嗎 所以剛剛部隊的女神下去 上面檢查火車有什麼故障的時候 你們上面的人全都只是站著擺POSE而已啊 什麼都沒做嗎 - 我想知道你們的人是誰 - 我想知道什麼在這裡 - 握著心的圖案 - 握著心的紅裙 - 握著心的藍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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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畢竟這是超級機密的研究室嘛 我們當然會帶著完整的3D動畫 方便隨時給好奇的人們 科普一下這研究室到底是有多機密咯 所以這機密的資訊我告訴你 你不要告訴別人咯 - 什麼時候呢 - 你的婚姻是假的 - 只是一部分的你遮蓋 - 保護蟲的藍色 嗯 利用假結婚買假房子 來掩護這實驗室的入口 這麼機密的事情 你以為他們好像應該要很小心 不留下一點證據 然後結果他們在他們的記者上 刻上控制的名字 有必要那麼口嗎 難道你還期望人家以後還你啊 就為了這點小錢 留那麼顯眼的證據嗎 到底還要不要隱藏你的實驗室啊 - 啊 你走入黑暗室 我來要開燈 而這開燈的方式 就是走到走廊中央就可以了嗎 這走廊中間能有什麼開關啊 - 我說了 保持緊緊 我們非常嚴謹的故宮局同志 看到女主角在一旁發呆 沒有跟上隊伍 不是選擇直接喊話叫他跟上 而是安靜的慢慢靠近 靠到人家的肩膀上面 等著人家發現他的存在 這巨星感覺很不單純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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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本來都看著前方 沒事突然間轉頭 再看一遍是想幹嘛 方便雷射出其不意的切到你嗎 然後這橫切線條的角度不對吧 正確的角度應該是把下巴切下來 然後再切到井上去吧 難道是他在被切裝之前 做了下壓的動作嗎 - 啊 - 啊 - 有那麼多時間做無謂的動作 幹嘛不直接閃避啊 - 啊 - 啊 面對一個擔驚受怕緊張兮兮的人 安慰他最好的方法 當然是冷不定的 來到背後 - 啊 - 這樣子就能夠緩解這個 緊張的氣氛了有沒有啊 我說你這死怨的表情 該不會是想要報復剛剛他隊長嚇過你啊 人家都死成碎片了 你竟然還有怨念也太幼稚了吧 - 這些事都在背後你 - 你知道嗎 我查這些上次是會瞬移嗎 上一秒沒有 下一秒好多手 到底是怎樣憑空蹦出來的啊 嗯 除非你告訴我 真命秘笛下水道裡面 雇用了大量的水管工 然後這些水管工 全都穿著西裝鼻挺 上班OL的氣質在工作 不然我實在想不從這裡 為什麼會有那麼大量的上屎啊 下水道這種基礎式 只是隨便讓人家進出的嘛 那些辦公室實驗室的工作 你的上屎 沒事怎麼會換到下水道來啊 難道你們的下水道 還是敞開大門的旅遊景點啊 那個 你的身體是要抽搐扭曲到什麼程度 才會讓這斧頭 在往下揮動的基礎下 突然間砍向上方啊 你還要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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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殭屍怪獸的巨大 還有他身上的抓牙 他對這傢伙造成的傷害 是出乎意料的輕啊 目測下的四肢和五官都超級完整 只是血多一點 這樣看來貌似是好像只有皮外傷吧 所以我說怪獸同志 你的攻擊是有多溫柔啊 乱扯 這火車隧道和火車之間的隔節 也就那麼點空間 就你這僵尸怪獸的體型 你是如何在外面來去自如啊 合理的情況就應該是 哇塞 编织们不是应该通过扫描代码什么之类的来打开门的吗 在这样的科技原理下 你是如何用铁针打开门的啊 还是是我误会了 这狗屎其实只是一个钥匙孔吗 整个城市遇到丧尸攻击 竟然还有记者非常敬业的跑到丧尸面前正面拍摄 然后逃离丧尸之后还要写文章出刊打印 再分拍到城市的各个摊子 接着摊子主人热乎其事的把这些报纸一个一个架设起来登山脉 好淡定好敬意的一座城市啊 啊你看这个很有气氛的末日载后情景 乍看这件事挺好挺合理的 但是架不住我看过福尔摩斯 这只中都不很了解我一光眼就看到马基珠斯 首先这车顶上有心理箱的箱子 为什么会有箱子 或者说更关切的问题是箱子什么时候放上去的 我们明显能看到这辆车发生事故与巴士相撞 而箱子和行李箱必须是相撞之后放上去的 因为一部车子撞击程度 要是原先有箱子 那么箱子会因为撞击的冲击力掉下来 所以现在箱子竟然完好的放在车顶上 那么只能是在相撞事故之后放上去的 但是为什么放上去呢 我们想要找到巴士的车子相撞的原因 很明显就是因为当时上市以前在车条街上被试虐 在如此危机危险混乱的场景下 才会发生巴士与机车相撞的事故 那么问题就更诡异了 为什么会有人在这混乱危险的情况下 大非洲商量把行李箱子搬到车顶上面去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联想更多的可能性 也许 箱子是从大楼上面楼层的窗口丢下来的 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很快就被拉远的画面打破了 我们明显的看得到 大楼窗口上面没有一个打开或者是破坏的窗口 如果是从上面丢东西 那就代表他们在逃走 是非常紧急的状态 所以排除了他们丢了之后关掉窗口的可能性 而且拉远的镜头也让我们看到更诡异的是 不只是一辆车车顶上面有东西 而是总共三辆车车顶上面都有完好的摆着一些箱子 为什么会在这混乱混沌逃亡的期间 竟然有人大非洲商地把箱子信一箱搬到车顶上面去呢 而且还不只是一辆是三辆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之中蕴含了什么秘密 有什么是我没有察觉的吗 难道是宇宙对我的呼喊 还是电影拍摄现场的道具人也啥比了 又或者是我在说废话 多长时间拉长视频吗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哺乱哺乱 哺乱哺乱 他们就要来什么呢 我现在只在低声的说话 很有雌性的声音 然后出现在站场中央 记得订阅点赞 真相只有一个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上回说到 真相只有一个 经过我严谨的分析 真相就是 干嘛屁事啊 不过只有扣分呗 我最近买一把乌克林里 我不会谈也不会错识 但是我偏偏 应该要自己落变为止 至少我的歌词有哑语